在互联网的股份里边呢 这个腾讯这个股份代号70年呢 这个4.2的这个业务的表现呢 我相信在未来可以发现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 主要就是在比较这个阿里巴巴跟这个腾讯的话呢 主要就是阿里巴巴呢从事这个商务 这个对商务就是这个B2B business to business 在这个内地方面呢这个增长呢也有不错的空间 不过在外围呢在美国欧美的市场呢 这个增长呢有一个减慢的趋势 还有就是这个腾讯呢 他的业务比较注重的是这个零售消费的市场 就是这个B2C了就是商业队这个零售 我相信在这个业务里边呢 内地受到这个金融危机的影响呢比较小 对于一些好像QQ啊好像一些猛络的游戏的业务啊 这个影响呢应该是比较有限 我相信在长远的投资角度来说呢 这个腾讯虽然他的股质呢也比较比较高 对于比较其他在美国上市的一些同类型的股份 好像是C呢收获也要高 不过他的成立的增长呢 应该可以保持得到比较好的水平 现在的股价呢也在下跌的空间呢也不是那么大 啊 谢谢大家